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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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民币的话大概九十万 今天去拜访一位缅甸华侨 他有这个新的那样的道路 咱们看一下 外面这个是繁华的街道 里面这个取近通幽一个安静的小院 这就是缅甸华侨住的环境 这个挡门的石头也是一个翡翠 不过是公斤鸟 走吧 爪牙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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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洗掉的啊 洗掉的 手怎么还防破了啊 防破了 你去搞一下 好 来来来 我给你看的 这个这个我有点差哦 这个这个不是 好的 来 我给你看 好的 有搞的啊 有搞的啊 所以谁也脱回去啊 穿口贴贴一下啊 这个擦料子也是个危险活 这个擦料子也是个危险活 来 来 这边 行行行行 走吧 好好好 坐上面吧 没事没事 来 坐吧 坐上面吧 我坐地上就行 我好晚多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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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聊着啊 好聊着啊 不是不好嘞 这个是一个慧卡的蟒蛇皮 像这个像蟒蛇一样的花纹 还有这种辣壳 然后这种辣壳呢 它是油辣壳 还不是那种沙辣壳 这个蛮有味道的 大概两公斤 这个是厚浆的啊 这样一个脱沙的这块料子 这两块什么价呢 这块呢 我要三亿 三亿 三亿 现在人民币的话大概九十万 这块呢 这块大概有四千万 四千万的话 差不多 现在人民币的话 这块十二万 先看这块吧 好 这个尿子肿很好 好在这个尿子 不容易 在这种尿子再挑来去保安 不容易啊 现在拉过来不容易 不容易 我老婆在那边面点 帮我收来 不容易啊 你老婆收来的 嗯 他老婆在缅甸收尿子 然后老杨在 咱们中国 这个尿子 现在啊 因为这个原因 发过来很不容易 是啊 色很老烂 而且啊 这个全身这些位置 你像 这些没有看不到 盲袋的这些位置啊 打灯都是有色的 而且整个尿子的话 啊 实行很好 这些位置还可以啊 搏一个 这种满色的这个 正圈 然后呢 啊 另外薄了点 这边还可以再搏一条 会飞手足 这样吧 这个尿子 皮也老 是 有机会来也搏满色 嗯 我也比较喜欢 这个尿子你是 第一时间你到了 你就联系我 是的 然后我就给你一个 也是乘一架吧 这个尿子给你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不可能 二十五万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开了窗的 这是一个冰底胶块 然后勤水的 这种尿子空度很好 然后呢 也是厚浆的 这种它起货三种 它会很亮这种尿子 肿很老 这块我给你一个三万吧 啊 这个太远了 我买的假钱 本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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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买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现在过来确实不容易 这个我很喜欢 我给你加一手 这个三十万 不行不行 因为虽然说打灯这个是满色的啊 啊 有机会出这个手足 但是我们要补 这个能不能出到满色 这还不一定对不对 是的 那你这个 你多少出来这个 我从命连买来的时候 差着就大概有 呃 四十多万了吧 四十五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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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 尿子现在确实少 色料也是一色篮球 是的 少 像现在国内 这么老的皮壳很少见 但是你也知道吧 这种 我们要 剥色嘛 里面还有 剥涅啊 剥肿啊 这种 还有剥棉啊 能不能剥满色 还不知道吗 那是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价格给的也很公道 你说一下吧 这个的话 三十五万 这个三十五万 这个三十五万 不行不行 这个的话 四万 不行不行 东西没说好嘞 老板 一会一会要到来 你从命连到来 东西一会就没有容易啊 你开给我加上高的 这个东西 第一次到我 从第一次联系你啊 对 你也是第一时间联系我 嗯 这个你给我留一点空间嘛 这个啊 粉丝找我们淘料子 我也给粉丝们留一些空间吧 是 这个料子我确实很喜欢 啊 咱们最后也就一个成一架 这个 我四十 四十万 啊 就是你本钱让给我 我把它包了 十万 这个四十万 这个我再加一手 这个五万 哎 这个五万不行 这个五万不行 我从这边呢 我咋给你留了个 我这边我不得 那边我不得 这边你不得 嗯 这边要得一点 得一点了嘛 是的嘛 这样吧 这个再给你加五千 这个再给你加五千 哪个 那 最近我也是不想多烧你了 我没想到哪个了 跟我六万多吧 六万多 六万多 嗯 行吧那我也不说了 啊 咱们老杨也是第一时间联系我 是 啊 这个生意嘛 有的时候也看这个人情嘛 那我就一口价 这个六万 是 这个四十万 嗯 两个一起四十六万 是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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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那咱们包起来 好 哎 我包给你 不知道这个吧 可以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嗯可以的 昨天我拿来的 行 那一会儿 啊 你去我公司拿钱 好吧 也可以啊 慢慢走 好 好 我想我过来了 行行行 一会你过来了 行 咱们走吧 慢慢走 好好好 我之前刚做翡翠行业的时候 都是穿着鞋的 后来去了缅甸 跟这些缅甸的 翡翠商人们打了交道 打多了 就习惯穿拖鞋了 现在一双拖鞋闯天下 看见咱们这个华强同胞 生活都是非常艰辛的 虽然这里边很安静 但是大家也看到 环境其实还是很破旧的 外边是一个繁华的街道 里边很破旧 然后生活也很艰难 说实话 有的时候经常去这些缅甸商人 华侨家里边看货啊 买货啊 所以有的时候 难免会触景申请 我就 不由的就想起了我当年 就进入这个翡翠行业啊 怎么进呢 我当时从老家 坐着火车到昆明 然后从昆明 坐着汽车到瑞尼 那个时候瑞尼还没通高速公路 然后也没什么钱 就坐着汽车坐了十几个小时 就这样坐过来 然后当时到瑞尼 都上就一千两百块钱 就租了个两百块的房间 不怕大家笑话 所以刚时过来就是对这个很喜欢啊 就是冒着胆子过来的 后来找了一个翡翠工厂 来上班 开始当学徒 前两个月都是没有工资的 那个时候大家切石头嘛 就是这样切啊 啊 当时不会切 啊 我记得 第一次切石头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切 切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打滑 没有对准 这个皮 当时一门这个皮就翻出来了 我能看到里边那个骨头 当时那个血就往外冒 但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又不敢休息太久 就去上班了 因为我怕我休息太久 老板就不要我了 后来自己有了一些本钱之后啊 然后和别人一起啊 看了很多尿子 切了很多尿子 懂了之后买一些尿子啊 啊这样倒啊 然后后来慢慢的去了缅甸 慢慢的生意越做越大呀 包括现在整个团队啊 整个公司啊 整个怎么往下走啊 啊这样的很多东西 就是有时候看到这些华侨啊 或者这样的环境 其实我就能想到 我当时怎么来到瑞尼的 所以说这个翡翠的路 任重道远啊 努力